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雪小板还有白雪球对于人体的好处其实是更多的 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这些雪小板还有白雪球在你的身体里面制造出更多的好处 就让陈院长继续告诉您 陈院长您好 是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一说到这个雪小板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 事实上早在25年前的时候 发现了雪小板里面有一个生长因子 所以叫雪小板生长因子 而发现了这个人也得到诺贝尔奖 陈医师认识的都是得诺贝尔奖的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你想一想我们雪小板在我们读生物课的时候 它的最大功能就是淋血 它除了淋血以外 它会让这个受伤的子子恢复 然后把它溢合 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 没有疤痕 所以雪小板最重要的功用竟然是没有疤痕 对 所以它有三个功用 第一个淋血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它会修复 然后让这受伤的子子连在一起 溢合起来 溢合起来 然后没有疤痕 好 那这个故事事实上 后来美国有一家公司叫Johnson Johnson 他就把它用这个雪小板做出来 然后做成一个软膏 叫做Maderma 就是可以去发的软膏 没有错 然后并且给糖尿病的病人 当他有伤口受伤的时候 涂上去就溢合了 那它也得到药症了 可是卖得太贵了 对 它一个软膏要卖到400块美金 所以大家买不下去 当然啊 但是它确实得到美国FDA的药症 是 好 那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 事实上我们最近在医学上 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也做了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听过打PRP 什么叫P 就是Platelate Rich Plasma PRP 那PRP 我现在讲了 大家也许还没有转过来 对 但是很多人都去打PRP 比如说脸部哪里要羞羞补补补 就打PRP进去 然后就会让它修好 是 或者是膝盖痛 这骨科做的最多了 打PRP 打PRP 膝盖痛 打完以后就不痛了 哇哦 并且这个在整个医学界 骨科几乎天天在打 是 就是把自己的血凑出来 然后经过一段的处理离心 然后再把它凑出来 凑出那个PRP的部分 就是血小板丰富的血浆 然后打到受伤的地方去 是 这个也非常好 可是为什么陈医师 为什么血小板丰富的这个血浆 可以让你疼痛感都没有了呢 它不是就只有修复跟愈合 然后跟没有疤痕的功能吗 对 这问得非常好 事实上我们会疼痛 就是指质受伤 那指质当修复好以后 是 它就不再痛了 OK OK 就是这样 那本来要开刀的 打了PRP可能不开刀 但是后来发现说 它有个缺点 大概维持六个月 以后要再一直打 OK 那这是在医学上已经广泛应用了 那后来呢 因为我们在做基因工程 我们才发现说 那如果我们用基因工程 所谓的基因工程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PRP的DNA 它的架构 然后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生态 Peptide 我们把它切成三段 然后拿其中的一段的基因点 去把它放大 然后放到一个特殊的载体 是 然后打到这个E-Coly去 就是所谓的攻击菌 然后就得到一个蛋白 这个蛋白就是PDGF 就是斜小板生长因子 是 那也许大家对这个基因工程 有点陌生 对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最著名的故事 就是胰岛树 所以胰岛树都是基因工程做出来的 对 以前的胰岛树是怎样 去拿一些猪的胰岛来 然后去把它炸炸炸 把它萃起出来 一滴这样子 对 所以卖的好贵好贵 那后来呢 有一家公司 出来了好聪明 就用基因工程 把它合成 所以这个基因工程 现在已经是很标准的 是 但是有技巧 那技巧是在 你怎样得到好的品质 好的产量 那我们经过了六年的研究 以前都做不出来 做出来很少 0.01毫克 哇 这么一点点不够用 根本不够用 好 后来我们做出来了 可以大量神采 是 那我们做出来以后 我们就很高兴 对啊 那刚好有一个女孩子 嘴唇破伤 是 跌倒 OK 破了种种的 结果我就给她涂了 叫她一天涂三次到十次 四天之后 这全部消下去了 然后跟正常一样 只剩下一点点红红的一些 那继续擦的时候 是不是这些 全部消失 也会没有 完全消失 然后就完全回到 那她到最后的这段期间 到完全没有伤口的 大概又是几天呢 不到七天 就结束了 那最重要的是 还没有给她擦之前 她已经看过了很多的医生 皮肤科涂了多少软膏 是 一定的 都没有改变 哇 所以雪小板生长因子 是不太一样的 是确实有那个力量 好 那这是急性的 是 那我们就再去找一个 慢性的 慢性的 一个脚 因为她那个血管不好 就一个洞一个洞红红的 给她擦了 十几天之后也变好了 哇 OK 然后我们知道 很多人不小心就跌倒了 对 膝盖一个洞 尤其是膝盖 尤其是胸膝这边 就是小朋友很容易跌倒 好 那我们就给她擦 那最漂亮的是 擦完的十几个小时 所以半天之后 比如说下午擦 明天早上起来 本来是刺灵灵的 一片红色的 现在全部干掉 所以其实啊 像这样擦伤 或是错伤的伤口啊 至少要两到三天 你身体才会慢慢的 让它慢慢干 以前 因为以前我常常 小时候跌倒的时候 就会有感觉 你知道至少要两三天 才会让它干 可是其实 如果擦了血小板 生长因子的话 它其实十个小时 就很快改善了 然后这时候 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坏习惯 就有伤口赶快 Oper棒给它 对 其实千万不要 其实是不对 为什么 因为伤口要呼吸 对 那空气跟它接触也好 然后加上这个PDGF以后 就马上的成功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其实是应用在美容 但是我认为它更重要的 是应用在家庭里 那一天就有一个祖父 不小心割破了伤口 然后他就把它挤 然后把它点上去 第二天就好了 完全没有伤口 很快 很快 对 陈医师你刚刚有提到 其实那时候Johnson Johnson 他FDA approve的这个 它是对于糖尿病病患做的 您知道糖尿病病患 其实到最后 都有可能要做到截肢 那截肢的这个动作 当然是伤口是非常大的 伤口又大 然后组织又被伤得非常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可以用雪小板生长因果吗 就是以前就是Johnson Johnson 要被FDA approve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些看到骨头的 然后把它涂上去 既然就皮包起来了 所以它可以 它不但是可以做到愈合 它可以让肉再重新成长起来 然后所有的每一层的皮肤 也慢慢恢复 慢慢地恢复 好 所以它的功用是这么大的 是这么好的 只是现在我们把它用到 我们平常 是 几乎每一个人 那天我又碰到一个朋友 不小心被锅子烫伤 一个大概10块20块钱的 很大的一个 然后涂上去不到两天 就好了 其实烫伤最可怕 因为它最容易留下疤痕 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好 它不是有很大的疤 可是它变成黑了结痂了以后 它都有可能 对 它只要脱落之后 都有可能会有疤痕 然后那个疤痕 有时候就留一辈子 对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认为说 这是一个帮助人家 最有意义的 其实陈医师对帮助人 永远都是乐此不疲的 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 来到我们的天下综合谈 跟我们谈到了许许多多 有关于雪小板生长因子的 这样的奇迹 还有它的修护作用 当然是非常可 我们再一次好不好 最后一分钟 来 自己来 好 其实陈医师对帮助人来说 是非常乐此不疲的 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 来到我们天下综合谈 我们谈到了许许多多 其实雪小板生长因子 它对于人体的伤口的修复 愈合 还有疤痕的去除 这样的神奇妙用 到底在哪里 当然啦 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雪小板 生长因子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与陈医师联络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